在韩国,打一场球要多少钱? 在韩国,球有最爱哪个羽球品牌? 在韩国,有什么特别的球场礼仪? 欢迎收看本期的《热体育》《韩国篇》 羽球是一项令人疯狂的运动项目 那在我们的周边国家 业余羽球运动又发展得如何呢? 带着这些问题,《热体育》首次走出国门 这一集,我们访问的国家是 韩国 在最新的羽球排名中 韩国选手分别占据着女单第一 男双和女双第二的位置 其中天才少女安喜盈更是已经38周位列第一 可以说,韩国除了有娱乐明星 他们也是实实在在的羽球强国 你好,我是陈光 这次,我们通过库外羽球的留学生成功的帮助 走访了位于首尔城东区的金湖羽球馆 不同于台湾中北地区 大型的运动中心 索尔市政府会利用各种土地来建设小型的运动场馆 比如我们拍摄的这个场馆 就只有羽球馆和一个小型的健身房 平时的工作人员也只有两三位 不过这个八面场的球馆内 淋浴间、饮水机、羽球商品贩售也都应俱全 刚进球馆 我们感觉最新奇的就是墙壁的颜色 术后韩国的球馆都会用成各种绿色 这在台湾一般的球馆还是比较少见的 所有赛典羽球俱乐部就常连在这座球馆活动 球队的金会长也热情的为我们介绍了 韩国业羽球的基本状况和我们关心的收费标准 韩国的业余羽球 之前都是以俱乐部的形式来组织活动 不过据经会长介绍 最近几年开始出现了新的形态 以前的时候大部分是通过俱乐部形式的运动 然后疫情以后的时候 有那个羽毛球 兴趣活动的有一个APP 然后会通过那个APP找共同兴趣的人 而在收费方面 我们听到的答案确实有点意外 每个俱乐部的收费情况不太一样 我们俱乐部的情况是一个月入场费是三万韩币 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形式是 每一天这里面的会员来交两个球 然后大家一起用 如果都用完了呢 那就各自再拿各自的球 我们又好奇地追问 如果就是单纯的暗示琳达 又是怎么收费的 在拍摄的过程中 我们还注意到几个细节 韩国人在打球前 会先把准备要换的新球放到球网的下方 而不是球场边 另外 他们很爱用互相敲拍 来作为队友之间的彼此鼓励 我们这次访问的顺利进行 要感谢从事语言教学的陈小姐现场翻译 来自中国大陆的她 在韩国工作生活已经十年了 同样爱好语球的陈小姐 也谈了她对于中韩两国民众 在运动习惯上的差别 韩国的羽毛球跟中国业余羽毛球区别最大的就是 韩国人一定会从先学球开始 从最基础的学球 然后一点点提升自己 但是中国大部分的只是爱好 就是随便打打 90%以上都会先找教练练球 对 就算是加入了俱乐部 他也会找教练练球的同时 然后再偶尔打个比赛 那关于羽球装备的方面 韩国球游又有什么偏好呢 韩国人有什么朋友喜欢吗 有什么朋友喜欢吗 UNEX很喜欢 UNEX很喜欢 韩国的中间是TECNIST 大部分还是比较喜欢UNEX的 尤尼克斯的 然后最近比较流行的牌子叫TECNIST 韩国本土的牌子 那像孙利啊 Victor Victor Victor喜欢但是 对 对 还可以但是有点贵 嗯 所以UNEX更多 所以买UNEX的人更多 他的也全都是UNEX 这个UNEX 对啊 然后 LINING呢 LINING LINING LINING是相对的 LINING用的比较少 作为羽球运动最大中的消耗品 韩国羽毛球的价格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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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你们现在在场呢 那你们现在在场呢 那你们在场呢 那我们在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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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现在我们俱乐部用的是韩国的牌子 叫三八 三八 大概是一万八左右 不是好的球 但是就是 性价比还算比较好 当我们问齐对方 关于台湾语球的了解时 戴志颖几乎是所有受访者都知道的球星 他喜欢戴志颖你的球 周围大哥还用标准的发音 讲出了我们的奥运冠军的名字 最后 韩国球友还曾次邀请了体育的观众 各位如果有机会去首尔旅行 可以去找他们一起球会游 在影片的最后 请观赏首尔赛典俱乐部的一场 女双比赛 即使是平常的琳达 也看得出来场上球友 认真的比赛态度 以上是热体育发自韩国首尔的报导 感谢收看 1 2 2 4 4 5 1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